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灣是大學 大學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聊的呢 就是一個時事話題了 就是大家對於這個 多元不同的這個成家 就包括可能是幾個好朋友 可能到老的時候 他未必是一男一女 他可能比如說三個女生 我們可能會互相稱為家人 因為有時候 可能有人要動重大的手術 或什麼需要有親屬簽名 可是可能他的親屬已經不在了 另外一個這個 包括在多元成家當中 就是同志的議題 引起很多很多人 在這個臉書上的討論 當然可能也有人 表達不同的意見 可是在表達不同意見的時候 可能會被圍攻 或是有一點言語上的霸凌 我覺得我們不要有任何情緒 好好的來談這件事情 理性的來談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要非常專業的 聊到這個話題的話 當然要請到這位來賓 是的 因為他本身 對同志的議題 關注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請歡迎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 王萍秘書長 歡迎秘書長 王萍秘書長 各位王秘書長 妳這麼多年 就致力於這樣子的議題 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妳去從事這樣的工作 要談這麼嚴肅的話題一開始 我現在致力於社會改造 其實原來也是從大學生開始 然後認識一些 基本的台灣的狀況 但是我覺得我是我的學長帶領 就是他讓我看到 其實台灣有存在很多問題 需要我們去關心的 我覺得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就有機會被啟發了 被啟蒙了 然後回過頭來看到這個社會 確實存在很多不公義 所以我從很多層面 包括勞動的階級的性別 因為自己是女性嘛 所以就開始這條不歸路 然後誓…誓言對自己說 我要把這個社會改造 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好的 今天除了秘書長之外 我們還有請來我們的同志軍團 歡迎各位 有沒有Vini 傻帽 小瓜 郁哲也以及小屁 歡迎你們 裡面比較特別的是 郁哲也其實之前有來過我們節目 對 對不對 所以在之前在我們節目的時候 那個單元是說 他們真的不是Gay這個單元 他的那個聲音跟他的外型 同學覺得說 你會不會懷疑他的性向呢 全插 一定啊 好棒喔 蘿莉塔直接搖頭打擦耶 對啊 你是不懷疑他自己 對啊 我沒有在懷疑 他就是Gay 他在懷疑 保持這個意思喔 無庸置疑 不用懷疑 他不用懷疑 曾在節目上澄清自己 絕非統治的郁哲也 如今是什麼樣的機緣 讓他有如此的改變呢 那個時候我還沒出櫃 什麼時候後來決定你就出櫃 所以我們都看出來了 那時候沒決定 對啊 那時候我看到一個滿可愛的男生 然後我就說 他是有兵棋部的室友 什麼… 他是兵棋部的室友 對啊 對 就是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我 他撇清是不是 沒有…我們還是朋友啦 就是那時候因為可能就是 我們很常出去 然後有認識到一個朋友 然後我就覺得他滿 我很OK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那種初戀的感覺 然後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就默默的一直到現在 就出櫃了 所以我其實滿想問王秘書 因為可能我們就會認為說 他是不是變成 其實可能不是變成 而是他自己還在探索自己對不對 對啊 如果能這麼容易變的話 我們現場我們來變一下 有這麼快 我覺得他應該是愛到他喜歡的人 然後他就觸發了自己的傾向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性傾向 你有沒有能夠被發展出來 所以應該是環境對你很友善 讓你觸動了那個傾向 說得很好 這當中這一位這個 女裝打扮的小官 好像你跟我們哪一位大學生 是親戚嗎 齊騰 齊騰 你們是什麼關係 他媽媽是我姑姑 然後是姑姑 然後叫齊騰 我叫… 輩分 他是我舅舅 舅 舅啊 對啊… 齊騰舅舅 其實應該叫子女了吧 因為我是高中才知道他 然後媽媽就有說 因為他那時候讀我們學校 對 然後他就重讀 然後媽媽就說 我們學校有一個我親戚 我說誰啊 他說有一個是你子子 子子誰 然後後來就有出去 然後我就介紹他 我就說 媽媽不是說子子怎麼 我看的是子女啊這樣 所以在學校可能一開始 就比較少接觸 就偶爾就會打個招呼這樣 因為還不熟 然後到現在 偶爾會聯絡一下這樣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這比較傳統的 東方文化裡面 壓力最大首先就是來自於 自己的家裡面 對不對 所以齊騰有沒有聽到親戚在 說小乖什麼 還是事實上大家都是支持他的 其實我親戚家人的話 我知道她家人是反對的 對…她其實她 我覺得她家人其實算辛苦吧 很辛苦 家人 你什麼時候跟家人說 爸爸我其實喜歡打扮成女裝 然後 沒有說耶 然後就 我不說 就是她自己這樣看 可是她 你幾歲的時候這樣穿女裝 十八歲 十八歲 然後爸爸看到覺得 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不討論嗎 感覺她要出來跳舞 對 不討論 因為她比較安靜 我沒辦法這樣子講 那媽媽呢 你家裡面有沒有人可以說 姐姐姐 姐姐可以跟我就是 所以姐姐是支持妳的 對 會一起討論要穿什麼衣服這樣子 就有時候都穿他們的衣服 所以今天我們來這個 做一個認識同志入門篇 走進你們的內心 如果有任何不對 請你們現場就糾正我們 好不好 謝謝 據說同志朋友之間 規照類型分成 猴 熊 狼 豬 三姓 五 大族 究竟這些分類 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馬上就來一探究竟吧 是 我們首先就從這個同志的 其他分類是有一些 我們請Mini幫我們介紹對不對 Mini男版啊 就我們幾個族群大概 有列出大概五個 是比較大眾嗎 就是有猴 熊 狼 豬跟三姓 好 請問一下大家知道說 這些分類是代表哪一些族群嗎 宣插 哪一些同志類型 海產你知道嗎 對 我好像有知道 因為我們表演戲 就是同志的朋友很多 然後我有聊到幾個 像三姓這種 我就是大概知道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試的話 就是他們好像是 就是提醒 我應該算是熊吧 如果我試的話 不是… 應該不是… 是人生攻擊吧 沒有… 真的嗎 不是… 他們沒有 好 Angela 不是…沒有 因為我的同志圈朋友超多 所以就是它不是貶低 不是說你貶低意思 就是雖然是遺體型分 但不是說 遺體型分 對…不是那個意思 對 好 你們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對…告訴我們 猴族 對 就是比較瘦對不對 就偏瘦型的 對 然後其實它打狀 打扮的話會比較就是斯文一點 然後比較會穿著 你是猴嗎 我算猴跟狼中間 因為我有在練身材 然後也不是算太瘦型的 就是精瘦型的 OK 對 那熊 熊族的部分 熊族 應該就是脂肪偏多是嗎 是壯 對 因為就是比較壯碩型的 就健身房比較多會出現就是熊 它就把三顆練得一樣大的 可是我的微博 有一些人會來問我說 你是不是胖熊這樣 對熊族有沒有 也是有肉比較軟軟的 有 就是肉肉型的 可是有些天上就是 比較沒有練的 像馬太的話 馬太就是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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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狼我倒是沒聽過耶 狼是 你們說壞是怎麼壞法 就是免獸牌的 有蓄鬍子 可能就會有這樣接起來的 病腳這樣接起來的 壞… 壞… 製作人 但身形健壯是有沒有一個身高的限制 沒有…其實大部分看的話 因為狼組比較屬於我們 比較天菜型的 然後比較完美一點 題材比較完美一點 小兵算是嗎 小兵就是 對 小兵就是 小兵是 我連在一起嗎 他就是會有留一點小鼓掌 對 小兵很帥 小兵我可以 好 可以… 小兵你可以 好 還滿不錯的啊 很好耶 他這種兵器鋪跳得很髒 好 OK 他要臉紅了 臉紅了 這更可以嗎 害羞的啦 OK 可以 OK 他真的很帥 真的很帥 好 豬呢 豬 還慘 不打扮 還慘可以 這種他是屬於男同事 體態比較圓潤一點 就是也沒叫連身差 比較不打扮 就吃比較好的那種 吃比較好 還慘 OK 好 那3系 小乖跟Qi Baby Qi Baby 對不起 應該講小乖而已 為什麼 他會讓人誤以為是真的女生 真的 他其實很假扮 就是有一次我用無號碼打斷給他 然後他說 美 妳找誰 我說我是Kiwi 他說 好啦 幹嘛 而且我認識他說他還在當兵 其實他這頂假髮拿下來 是一個大光頭 你幹嘛這樣講 你為什麼要一直 對啊 要不要去當兵 現在已經很慘了 加到耳朵了 但是小觀 小觀妳也是不太一樣的類型 是嗎 是這樣講 三性啊 因為我們跟Gay不能歸類在一起 是 不太一樣 所以你們特別會喜歡的男生是 就是應該是一男吧 對 就是那個男生還是喜歡女生 對 可是他同時也可以接受我們這種 對 有些一男可以接受三性 來 問一下我們的同志群團 這樣講起來分這幾個類型 有沒有哪一個類型是你 第一時間你不會想要去認識 其實不是你的菜 我的菜是狼型 可是他的話其實 狼型的話比較處理完美一點 對啊 就是看起來體態很好 然後又帥 所以其實他比較難接觸 那什麼 我也比較喜歡狼型 因為我覺得 男人不壞女人不愛我們對不對 誰當然喜歡壞一點的男人 對啊 就狼型 真的是百分之百完美的 對 沒有 自然的反應 演藝圈有沒有哪一種人 是屬於狼型的 高逸祥 對 高逸祥很帥 演戲邪鬼的時候超帥 那小觀你呢 就比較喜歡比較Man的男生 大概偏向哪一種類型 就是帥的嘛 只要帥就好 對… 但你不會想認識其他的哪一組 不會 他都不會想認識 因為想認識是異性戀男生 異性戀男生 因為他看到 因為我們去GABA玩 也不會有人抗上我們 真的 真的 你去玩是為了 陪朋友 找帥哥 他都會看人家口袋深不深 才會想要跟人家認識 認識 他會這樣認識 踩人家台的 為什麼這個 同志他們會把類型 分得這麼的細呢 我其實聽剛剛大家講 還有大家很開心的取鬧 我覺得其實還滿有趣的 因為我們自己每一個人 我相信你們都有喜歡的型 我覺得異性戀也是一樣 譬如說你可能喜歡大男妹 有的女的可能喜歡比較高的 或者比較猛男型的 其實都一樣 但是我覺得同志圈比較有趣 是因為會聚在一起 就形成一種像文化社群的感覺 實際上每一個人都有喜歡的型 我覺得他就是把他喜歡的型 表現出來變成一個具體 對 其實我們喜歡女生 我們也喜歡萌的 或是性感的 是不一樣的 所以要問一下我們這個 同志軍團 就是說你們是如何用第一眼 就是去判斷說對方 究竟是不是屬於你們同一個軍團 就是也是同志 玉哲也你有方法 穿著打扮嗎 還是 最重要的是穿著 一眼就可以判斷了 差不多 大概怎麼樣 比如說他穿什麼樣子的衣服 就是像一個鳥牌的 或者是鹿牌的衣服 有特別一些牌子的衣服 對 特定一些牌子 或者是像那個Mini一樣 穿成就是差不多 露肩膀 背景 然後這種 好 很多喜歡穿背景 你這個有點太露 所以走秀下來走秀 他自己剪的… 他自己剪的 你自己剪的喔 我自己設計的 我自己壓了 側面… 側面… 動一下胸褲 有對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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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請問一下大學生 你們有沒有就是GADAR特別 特別準確的有沒有 同志基礎用語 原來還有這種含義 畢澤也要幫我們分享一下 一些用語的 瑞瑞 這是瑞瑞 瑞瑞 這是我兒子最好的同學啊 瑞瑞 就是比較 會比較好那個 來 等一下猜一下喔 比較不喜歡的類型 對 那也有黑木耳啊或是 紅衝頭啊什麼之類的嗎 大學生了沒 對 身旁有一些同志朋友 可能他可以拿來講 Angela 因為像我同志朋友很多 然後我們大家會一起出去 然後出去吃飯 可能就看到對桌有一群男生 然後可能我朋友就會講說 我來試試看他是不是 他們會用眼神去判斷 就會去跟 用眼神跟那個男生溝通 如果那男生跟他的眼神 沒有交會到 或是會撇開或什麼之類的話 我朋友就會跟我講說 他不是喜歡我呢 你去吧...給你 那有沒有從外表或是他們的 比較會打扮 一定是比較會打扮的 對 而且很多細節 對 他們的注重細節 就例如像男生 就算他們不管是哪一組 他們其實會很注重自己的膚質 你們都會有上一點點薄薄的粉底液 眉毛也有胸 對 對不對 頭髮也會這樣弄的 這樣好好的 乾乾淨淨的 對 Tina是來自德國嘛 對不對 對… 妳的Gaggar很準確嗎 我自己嗎 我自己還好 但是我朋友圈都非常準 就是我之前有跟我朋友說 那男的很帥什麼 然後他說沒有 他是Gag 我就 就我看不出來 我自己看不出來 可是我朋友 就是Gag的朋友他們就是 只要眼神就真的都看得出來 而且剛剛其實除了穿著 好像有拿包包的方式 勾包方式也有 就是勾著 就像Kiwi Baby 一定要勾 一定要勾 肩背也會 肩背是還好 我覺得勾得太誇張 就拿安全帽也要勾 講話也要這樣子 對啊 走路呢 走路就交叉走路吧 交叉 就是走得很美之美 就像模特兒大… 就是模特兒大山那種走路 Sakura來一下 伸展台路線 快點 Sakura跟凱凱來一下 Kiwi也很想好不好 Kiwi超想的 Kiwi不用 Kiwi真的不用 Kiwi我們看到 好瘦喔 好瘦喔 來 請走台步 謝謝 要美喔 有一點扭腰 不會的感覺 不會 與女生還要柔美對不對 謝謝… 謝謝 好才給我穿高腰褲 還要打扮 沒有位置在我們的軍團 就在不同的場合 你們有看到這個 有比較特別的判斷的依據 判斷對方是不是 我們次的依據 就是他如果一講話 你就可以判斷他是不是 像我這樣啊 就是聽他的那個口 就是語氣啦 語氣尾音會比較多 阿尾音 真的假的 這樣之類的 真的假的 我們現在只叫真的假的 好 謝謝你們 但是不是也會有另外一派 是特別會裝Man 會吧 多少都會有一點啊 對啊 就像我現在講話這樣子 就是還滿正常一點 就比較假掰 對啊 那你骰子呢 我不會骰子 好噁心 對啊 我不適合骰子型的 同志上健身房 大概都做哪些運動比較多 其實還滿多 喜歡上有氧課程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舉重 因為其實我們都喜歡 把自己身材練得 比較體態完美一點 對 所以就是重訓 飛輪跟有氧呢 飛輪有氧也是會像 既然我們講到細節 我發現好像其實同志的鼻毛 都修得還滿乾淨 就是好像只有直男 比較容易讓他露出來的感覺 對 他們好像不會讓自己見 對不對 納豆腸會這樣 我自己上次其實都在講 好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了解同志 要了解他們的語言喔 了解了同志朋友們的類型之後 接下來就要來看看 同志朋友之間 通常都會使用哪些特殊用語喔 來問一下同學 請問一下同學們 有沒有什麼同志好友 他們講出什麼術語 讓你覺得說不解 今天都可以來問一下啦 阿倫 歐勒 歐勒 這個也很…我很納悶 就有一次我來坐捷運 我看見兩個那個同志在聊天 A跟B就講說 B啊 我昨天夢到一個歐勒在壓我 B啊就接著說 你是昨天我是前天夢到歐勒在壓我 所以我不曉得見歐勒 它是指妖怪的一種還是什麼 不曉得 歐勒是什麼 小畢 你要解釋嗎 歐勒是女同志吧 女同志 女同志 對 雷斯片 歐勒的女同志 歐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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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稍長的那一種 歐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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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兒子最好的同學 對 歐勒 歐勒就是 為什麼 就是比較 就是可以問說 譬如說 你覺得那個製作人是歐勒嗎 就是自己覺得 比較好那個 對 比較太明顯的 對 歐勒 然後Top的意思就是在我們同志界就是 天菜 1號的意思 1號 Top 然後 然後 下面一個是什麼 八層 八層還是 0號 0號的意思 對 Top跟Bottom Top跟Bottom 好 還有一個是Boss就是 Boss應該就是都可 10的 就敗 對不對 同志界這種難 都可以是半的 可一可靈這樣子 對 還有白菜 白癡的天菜 不是 白菜等一下 猜一下 夢夢你猜 比較不好的菜嗎 比較 比較不喜歡的類型 比較不喜歡的類型 就不喜歡它這樣子 好 Angela 你猜看看 外國人的菜嗎 對 就是 真的 不是喔 白人啊 對… 就類似這種 對 那也有黑木耳啊 或是 紅衝頭啊什麼之類的嗎 沒有 對啊 好 最後一個是A菜 A菜應該會不會就是 真甜你猜看看 A菜喔 A菜是指 對 就很澀之類的嗎 很澀的 A菜就是可以就是代表 我們現場是五位亞洲 亞洲來的嘉莉 Asia 亞洲來的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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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這個國際版的 同志術語 也請玉琢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國際版的同志術語 就是有這個第一個 Rice Queen 我們來問看看阿倫 Rice Queen喔 我只認得Queen 所以這個應該是非常S級的菜 S菜的感覺 S 什麼叫S S級就是S比A高嘛 就是非常頂尖的一個食材 算不要理他 對不起 請揭曉 奇怪 喜歡亞洲人的白菜 對 Potato Queen就很好猜囉 我喜歡西方白的亞洲人 好 Fruit Fly 水果 水果飛 Sanny 你猜看看 果蠅 就是 果蠅 水果在飛啊 所以就是應該是 果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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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n哥你猜什麼意思 果蠅 果蠅啊 大概就是他總是圍繞 果蠅 果蠅 有可能喔 他比較特別 他是…他是就是我們 五成四開配吧 都是繞繞繞那種嗎 他是男同志的 就是比較好的女生的朋友 就是Angela 為什麼要叫他們是Fly 因為像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的…那群國外的朋友 他們也是這樣叫我 就是出去的時候 就可能都是同志 然後但我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是那種女生這樣子 他們就會叫我就是Fruit Fly 所以你被行為蒼蠅 這樣是有點喜歡他們 不會啊 我會很開心 對 就是說他們是 不然叫Fruit B 好聽一點 Fly Fruit 對啊 包就Fly 他們是點綴的 他們比較不重要 不重要 然後就是偶爾在旁邊飛 他們會這樣 對啊 還討厭一下 完全有時候也是會比美 比美 對 好 Tom Cruise都出現了 Tom Cruise 這個Tom Cruise要猜一下 凱凱知道啦 就是因為Tom Cruise的婚姻 就是有兩段婚姻 然後就代表說 對 三段婚姻 就是他的感情就是 滿不順遂的 然後就代表說就是 那種 真的 真的 男大生分享試煉經驗 引起同志君爭先安慰 其實聽他們這樣的解釋 男大生有沒有覺得 有進一步的了解 我發現自己有很多 對 突然會不會覺得說 男生好像 比較好相處 對 當你們就是 我們都會比較貼心 這是事實 真的嗎 看你要我陪你還是怎麼樣 我都會在你身邊 你馬上多了四五個好朋友耶 我們可以給你的意見 你是想要拿灌醉的意思嗎 沒有… 小屁 大學生了沒 對 這代表說就是那種 同志 可是他不太敢出櫃的同志 真的 真的 直接已經把他 快糾結了 對 滿了情節 然後不敢說 就是因為他的婚姻不順遂 所以你們可能在討論他的時候 就說 Tom Cruise有一天也會變成 就是這個意思 You got it You got it Yeah 好 我們就揭曉一下 Tom Cruise現在已經被同志界拿來統稱 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同志的男性 等一下 我比較想問你們 你們有討論過 李里人是Tom Cruise這件事嗎 有啊 不像耶 不像 他不像 放心 不像 不像 理人哥應該不太可能吧 不像 真的嗎 小屁 理人哥還滿帥的 為什麼 有點紋直冰冰的感覺 就不像是會 不像 真的不像 不像 他沒有散發出那種氣息 沒有耶 Ken也不像 Ken也不像啊 不像 他常常穿一些就是比較像那種緊身 或什麼 身上穿的嗎 女裝 有時候他偷我的外套穿 可是現在很多男生會穿女生的衣服 可能都OK的 現在很OK OK的 但是請問一下這五位同事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稱呼同志朋友 才不會不禮貌 就是你們不喜歡聽到人家怎麼講 你們 那要講 我們講了這麼久 對不起 對 對啊 對不起 也不會啦 就是熟的朋友都會直接講本名 其實很少會講到這些詞 對啊 就是反而不要刻意的接 不要刻意 對 貼標籤 對 就是不要可能在一個大場合 裡面一直講 同志…你來過來一下 這種感覺很不禮貌 可能就會叫本名 因為大家都知道 心裡知道就好了 其實 對啊 那如果真的就算 旁邊有人問就說 他是瑞瑞這樣可以嗎 對… 還好啦 我們都很開放好不好 不會 好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繼續討論到 這個同志的感情篇喔 我們來看到這個第一個是 天才突然轉性 到底是為什麼呢 好 齊藤有問題 我想問一下對面五位瑞瑞 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嘗試跟異性在一起過 然後就是跟同性在一起有什麼差別 這裡面有跟 有談過異性戀請舉手 我們看一下 好 三位都有 三個耶 那個時候是為什麼會去彈 異性戀命你 幾歲的時候 學生嗎 那時候是學生 高職的時候 對 那高職的時候就比較不懂 然後可是那時候其實就有點隱性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有 比較接觸到電腦 然後可以上網去看一些有的沒的 可是就會分兩邊去看 可是看一看好像發現 男生這邊比較有興趣 所以就慢慢的就是轉這邊 就直接往這邊走 對 傻冒也是這樣嗎 我不是耶 我是因為相處下來 我覺得跟女生在一起 跟男生在一起的差別就是 男生你可以就是比較自由一點 但是你跟女生的話 可能女生希望每天都是 希望有人陪的 但是我們男生會想說 我們畢竟沒有那麼多時間 每天都可以陪你 其實這樣久也會膩嘛 我是希望就是 一個禮拜見一次面那種 可是這男生都OK 我覺得就是給彼此一點空間 這樣子感情才會慢慢的順利下去 可是他剛剛講 女人的那些個性 小乖你有沒有 一定要 一定要 男生帶我出去 一定要付錢 是不是 叫我付錢 我不帶他出去 我跟他 我跟他跟他男朋友出去吃飯 我從來沒看過他帶錢包出來 太難過 他錢包裡面永遠是空的耶 可是他永遠都每天都在吃燒烤 吃那種一餐一定要500塊以上 就覺得好羨慕他 因為我男朋友超窮 因為自己抱怨 所以也是有不同的個性在身體裡面 所以要不要問一下我們這個理事長 秘書長請問一下 這已經接觸了這個案例中 妳有沒有朋友真的最晚出櫃 大概是幾歲 我可不可以修正一下題目 我們不要用案例 不好意思… 對 就接觸的朋友其實還滿多 我聽過很多女同志比較多 她們其實在念幼稚園的時候 她就說我就是喜歡那個女生 所以她就去幼稚園就會很緊張很緊張 所以其實你說她是不是很早就知道自己 你們也有幼稚園的嗎 太久了 對 就是其實每個人時間點真的很不一樣 對 因為我好像大概看了一下 有些人反對這個修法的提案的原因是說 如果有兩個爸爸的家庭這樣子多了 會不會變成我的小孩看到 也變成瑞瑞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個好像不是變成吧 對 因為說真的 我們現場有大學生 還有我們幾位同志朋友在這裡 她們的父母都是異性戀 就她們為什麼會在異性戀的家庭裡面 出現同性戀的這個小孩呢 所以我覺得這個畢竟不是說去推論 而是說我們其實不用太擔心 小孩的成長會是怎樣 我們要尊重小孩子發展成她想做的人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最應該做的 所以她那個關鍵點 大概就比如說有碰到 在不同的時機點對不對 我們聽一下小畢的故事好不好 國中二年級那時候就在學校 然後喜歡班上的一個男生 可是那時候根本就不敢 不敢跟他講 但國二之前你有沒有比如說 喜歡周圍的女生過 有 可是 不一樣 對 不一樣 就會覺得怪怪的 就會覺得沒有辦法接受 對 是國二開始就 開始有慢慢覺得自己有 有一點同志的形象 那Mini呢 你是在當兵的時候是不是 我不是 大概也是17歲的時候 就大概高三的時候 對 就是自己接觸到 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其實知道之後 其實自己覺得還滿新鮮的 就覺得自己可以過得 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其實也覺得還好 所以其實聽到他們這樣的解釋 男大生有沒有覺得 有進一步的了解 來 全插 小兵 我覺得就是 聽他們這樣講下來 我發現自己有很多 陪同之處 對 就是很多 可是因為我之前 我剛結束一段感情 然後我在想 因為我以前是超Man 然後可是我被那段感情打擊到 然後我就突然 好多好多性格 以前從來沒有出現 也全部出現 然後突然會覺得說 男生好像 比較好相處 對 就是沒有像女生這麼多的 我們會比較 你們跟他聊聊 沒有 其實 當你們就是可能失戀 還是怎麼樣的時候 我們都會比較貼心 真的 這是事實 真的 我陪你還是怎麼樣 我都會在你身邊 好 好 這男生好像多了四五個好朋友 我們可以給你一點意見 可以陪你喝酒 我們都可以 我可以帶給你很多快樂 是… 是想要冠罪的意思嗎 沒有… 沒有… 久後講真心話嘛 對不對 是 對啊 這樣子可以讓他帶 帶你那個悲傷的國度 因為現在會覺得 我現在不知道說 自己到底喜歡女生 或者是喜歡男生 到底是怎麼樣 我覺得喜歡女生很麻煩 真的了 真的 可是我也沒有說我喜歡男生 可是我就是 覺得說很麻煩 女生真的 很麻煩 對 談感情 真的 真的假的 我們在那邊等你… 我們在那邊等你 我們在那邊等你 又多了一個姐妹 還滿… 滿適合的啊 可是…我從來不喝酒 我從以前到現在就是 喝水… 喝水也可以是不是 喝水 然後一起上廁所嗎 我們就在裡面加酒的 你放心 對 男大生要約出遊招具 原因終於找到了 如果真的在街上看到 就是感情不好的同事朋友的話 你自己會覺得 我覺得在國外看到他們 就可以牽手結問 我覺得超棒 可是在台灣的話 像我自己的朋友 走到離有點遠 然後甚至還要… 其實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是真的覺得很難過 出去逛街看你 他說不行 會被朋友看到 我覺得很丟臉 我覺得真的 我真的快哭了耶 近打扮上收斂一點 對 你說變回… 大學生了沒 阿塞 你要發表 對 我是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朋友 也是像QV那種三性的 就是他 可是我覺得他們好是好在 因為他有就是女生的外表 可是他有一顆男生的心 可以跟我們就是 玩啊 跟我們幹嘛… 可是就是我其實是能 就是討論過 其實是能接受 然後就是像小怪這種的 就是女生 就是可能交往 就是可以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他們就是 他們也懂男生 可是又有女生的嬌羞這樣子 就是他的這種 是我可以進一步 對 沒有… 他剛剛還想跟我 七團你也… 沒有… 因為海產剛剛一直問我 一直說那你的真好正 他說那真是很驚奇 他說對… 他剛剛還想跟我要我 你不要亂講 我指你的電話什麼的 FB 海產想要要小乖的FB 但是要先問小乖 喜不喜歡這種菜 我是豬 豬 他是豬 我朋友 粉紅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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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但是大家早上真的在街上 看到就是感情很好 的同志朋友的話 你們自己會覺得 有什麼樣的感覺 在大街上面 KIMI Baby 我也非常羨慕耶 因為我有一對朋友 他們就是可以大蠟蠟街街上 喇雞牽手什麼的 可是我認識的男生他們就說 我可以跟你出去逛街看電影嗎 他們就說不行 我怕被我朋友看到 就他們只是想跟我ONS 就他們 對 就Only One Night Stand 然後就是出去逛街看電影 他說不行 會被朋友看到 我覺得很丟臉 我都真的…我真的快哭了耶 真的覺得有點不公平 是你打扮上收斂一點 對 腳踏… 低調一點會不會 對 他們就… 你說 因為其實妳是可以這樣子打扮的 不是嗎 可是我發現我女裝之後 市場變得很廣耶 就是 因為我太娘了 就是在街圈就是吃得很不堪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我是很C的眉 Angela妳會覺得說 他們大方的公開 我會很感動耶 因為其實 我在國外的時候 我去那個紐約 他們那種同志的那個… 那種遊行 然後大家都這樣很開心 我覺得在國外看到他們 就可以牽手接吻 我覺得超棒的 我看到他們我會幫他們拍手 可是在台灣的話 像我自己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就說 他跟他男朋友出去的時候 他們倆都走到離有點遠 然後甚至還要再帶我們 然後他們如果坐下來吃飯的時候 要用包包擋住手 他們才能牽手 其實我聽到這件事情 我是真的覺得很難過 就是我會覺得說 為什麼不能就這樣 就牽手走在路上 我覺得很好啊 我覺得如果我朋友他們這樣 我會很驕傲 而且會很感動 對 好 所以這邊還是要問一下 我們這個幾位 就是說如果真的跟另外一半 交往到最後 你們會希望可以走進婚姻這條路上嗎 贊成的請舉手 有三位 撒帽為什麼不贊成 對 我覺得還是不要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在一起都有困難的 更何況是想要結婚 那種還是不太穩定啊 對啊 你現在是以就是你單一的感情 對 有單一的 單一的想法 但如果有這個法律 你覺得好不好 我還是不太喜歡 我還是覺得不OK啦 為什麼 因為分分合合這麼容易 那等於是你結婚只是一個 其實單純對婚姻制度的懷疑而已 不是因為 我還好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 小畢你也沒有舉手 不會… 我不會想要結婚 是你個人不想結婚 但是如果有同志可以結婚這條法律 不會很OK啊 很棒 很好 我個人不會想要結婚 因為可能就是我自己身邊 有一些瑞瑞嘛 然後我真的看過就是剛好 他們在一起很多年了 然後每到那個就是逢年過節的時候 其中一位猴族的那個就開始惆悵 我們說又怎麼了 他說熊族的那位又去相親了 因為他一直不能跟家裡講嘛 家裡就覺得你已經都過35了 為什麼你還不結婚 就每年每年的安排相親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個猴就會很難過 熊也不好受啊 他其實熊不太會表達 他也不太會抗拒家裡的旨意 然後吵…吵架 你看像如果我們一男一女 我們兩個在這樣吵架 什麼 然後說你不要這樣… 都可以這樣嘛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就說出來… 不要這樣冷戰 我們就把他們約出來 兩個就一個在前面走 一個就要去拉他 就剛好對面來了比如說 一對夫妻 然後就要…也沒有刻意看他們 然後他們兩個就趕快避開 就很遠 那一刻我就覺得 好不自由喔 對 對 就是我們要怎麼談戀愛 我們在大力上吵架 關你的 我什麼… 我跟我男朋友吵架 我可以跟人家聊天 我可以講的很什麼… 我可以介紹我的男朋友 介紹我的老公 可是對他們來說他們 可能看到有人走過來 他要立刻就想說 他在工作… 他在工作場所也要很Man的樣子 然後不能露出絲毫的線索 然後他跟他交往這麼久了 然後對方家人也不知道 這個猴的存在 這麼多年了 然後到最後就不知道 兩人就無以為繼嘛 他就明明就就是愛對方 那可能 還有另外一個故事是 比較好的Ending 也是…Rare 然後其中一個人就決定 要娶他的另外一半 他們自己私下辦婚禮 但是辦婚禮要跟媽媽講嘛 他覺得他要跟媽媽講 結果他有一天就約他媽媽說 他沒有勇氣 他就吃飯吃…都沒有講喔 他還是講不出口 他想說媽媽年紀這麼大能承受嗎 最後還是沒有講 就送媽媽上計程車 車門要關的那一刻說 媽 下禮拜六是我婚禮 那新娘是男生 好 在哪裡… 如果妳想來妳就來 他媽媽就呆住了 然後那我的朋友趕快把車門關上 送他媽媽走了 結果到下禮拜六的時候 他們一些好朋友都來啊 然後就是辦婚禮啊 這樣很開心啊 媽媽都沒有出現 然後他就想說沒有關係啦 不一定要逼媽媽去接受 這樣的事情 然後可是這婚禮到最後一刻 已經快要結束的時候 他媽媽出現了 他媽媽出現了 門一打開他媽媽說 我來參加你們婚禮 全場哭翻了 媽媽還替他們就 就牽著他們手說祝福 就是最後一刻媽媽居然 自己回家去消化了 然後去接受了這件事 然後出現在那裡 對他兒子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這我覺得 真正的開心 這是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事情 所以王民主長其實你覺得 比如說台灣這樣的環境 當然很多人會說 這個會不會不夠成熟 要很多配套措施等等… 那到底這樣的法案提出來 你覺得台灣社會 能不能去成熟的接受 或是配套上我們應該怎麼跟 很多不同的家庭去教育這件事情 其實像剛剛提到那個家庭的問題 我認為其實父母 特別是現在的父母 你說台灣經過這二十多年 禮安的喜宴已經多少年了 那樣的議題其實在台灣 特別是年輕的父母裡面 他們是了解的 所以相對 如果這些小孩從小長大的過程 這樣的狀態 其實父母都是知道的 不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那個媽媽 其實她已經知道了 這個孩子是有一點與眾不同 所以她要不要接受它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過程 她必須決定 所以如果拿到台灣的社會 我是覺得這個社會 其實如果能夠改變的話 可能就是要靠更多的同志朋友 要坦然出來 跟你講 我就是這個樣子 跟我的父母講 在我的職場表現出來 我認為社會環境一定會改變 那至於說我們要不要有一個 同志婚姻的法案 或是有其他的法案 我覺得這個社會可以去面對 比較成熟的面對 我們到底每個人需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還滿支持就是 我們可以不要婚姻 因為婚姻可能真的是個枷鎖 對有些人來說 可是我能不能去討論這件事情 討論婚姻這件事情 我就需要一個成熟的社會 來面對它 聽起來好像很遠喔 會…會的 我相信台灣是有機會的 Mini 你覺得呢 你想為這件事做什麼樣的努力嗎 之前都是看過很多 國外的影片就是可以結婚 其實結婚的話 是算是一個保障 必須兩個人在一起那麼久了 你不能跟雙方的家人講的話 其實還滿難過的 對啦 雖然我自己下了另外一半 是有幫我跟他父母講 他父母是接受的 對 所以我自己的話 是我爸媽那邊還沒有說 對 其實自己也會害怕 可是就是覺得 如果真的結婚的話 算是一個保障 而且你之後好好走下去的話 其實還滿不錯的 你之後到老了之後 起碼有個人在旁邊陪你 對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覺得知識生可以理性的討論 對不對 凱凱 你是政大社會系的 你有什麼樣的意見 我覺得就是我們社會系的 就會特別去關心 就是社會階層比較底層的 然後要這樣哭喔 就是我們會去關心 社會階層比較底層的族群 然後我們也會 就是像今年的同志大遊行 我們也有去支持 然後我們看到就是 大家就很願意為自己的性別 為自己走上街頭 然後就很感動 因為我們也是公民 然後我們也有納稅 所以我覺得就是能夠 就是多元成家 或是能夠跟自己 心愛的人結婚 就是讓我們跟大家一樣 讓我們沒有受到起訴 或受到不尊重的待遇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絕對相信 很多人有很多顧慮 包括像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在社會上比如說 什麼就是一定同志的天菜 什麼喜歡說 怎麼為什麼每次碰上去 沒有人按讚 你猜為什麼 因為按讚的話可能人家去貼標籤 對不對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有這個顧慮會很怕被貼標籤開開 會 真的會 而且就是因為FB就是爸媽 或者是什麼親朋好友都會看 然後就有時候會 沒有辦法去按下那個讚 不然如果你一按一個猛男的照片 這樣我媽就可能看到說 那是他的耳朵按了一個 就是穿三角褲的猛男照片 這樣就很尷尬 這邊我們問一下這個王秘書長 就是妳有沒有看到一些 這個瑞瑞朋友 他們真的很成功跟家人 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溝通成功 然後很幸福的 我聽過我朋友的例子就是 這要出賣朋友了 就是女同志 其實她從小就很 比較喜歡男性玩的東西 然後買玩具也是堅持 不要買那個什麼娃娃類的 我要打鼓 我要什麼這些 所以其實爸爸是知道的 媽媽也多多少少知道 但是不想講 現在很多家庭都是這樣 我知道 可是我不要說 父母不是盲目的 但是他也許不想戳破 也許他在等著有一天 他的孩子跟他出櫃 我認為是有這樣的父母的 所以五位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那個時候我在當兵 然後就是常常要打電話回家 然後我還記得那是 新生訓練的時候 然後就是長官都會說 一定要打電話回家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讓我甚至想了很久 然後我就是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我媽就是 她接起來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哭了 她一直說喂… 然後我就不講話 我就說媽 她其實自己好像有一點感覺到 我好像喜歡男生 然後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就是妳想的那樣 然後她就在電話那邊 一直就是大哭 然後我就默默把電話掛下來 然後時候那個晚上 我就一直哭… 哭到早上這樣子 對 可是之後她就是 也不會再提這件事情 可是她知道我就是 因為我有另外一半 我媽媽也有看過 對 所以她也不會去提 我的感情的事情這樣 Sakura有沒有什麼意見 你覺得 我覺得就是 其實現在就是 外面的就是那些路人 就是他們其實接受度都還滿高的 因為事實上我跟我男朋友 在街上也是大啦啦的 十字交叩 就是有時候還會在捷運上面 就是耍一些小甜蜜 就是親一個小嘴 就是我是覺得 因為看就是周遭的人 也沒有就是用一樣的眼光 所以我是覺得 我還滿就是開心的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就是同志 我剛好要講就是你念錯那個 金鐘獎的那個 開錯名單那個得獎人劉青葉 他就是我大學同學 我不是說他是瑞瑞 他其實是一個童書畫家 然後他也翻譯很多童書 他說其實國外對這樣的教育 早就開始了 很多人會擔心說 如果我的小孩看到別的家庭 一定是兩個爸爸或兩個媽媽 會不會怎麼樣 他說國外的童書都有直接畫 我有兩個爸爸 就畫他們兩個爸爸是怎麼 在家裡分工的 誰上班 誰怎麼樣 所以這只是有沒有去教育 有沒有去討論 有沒有去試著去了解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說 斷然的就說一定要大家支持 或是大家不支持 其實可以討論的 然後其實別人的幸福 別人拉不拉手 有時候跟我們沒有太大關係 我們不需要去站在那邊說 你們不可以嘛 對不對 只要每一個人開心 其實很重要 在這邊也祝福我們的瑞瑞 也謝謝我們的王秘書長 謝謝 你們見好不好